Hello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又是香港新聞你要知道的時候 近日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緣故 會有多宗刀傷事件 MMA事件 街頭爭執事件 如果喜歡收聽的話 記得訂閱、讚、分享我的頻道 有關以下新聞 就是今天發生在下午一點多的時分 發生在維園黃大仙商場盲餐廳 事緣發生就是前幾天起 有班學生不小心有杯飲品 敵中有個主婦的肩膀 而主婦的兒子就跟她發生爭執 世界真是小 幾天後 我想應該是他們lunch time 又再次撞回這個男人 還要眼啤啤的送一隻鐘子給他 世界真是小 幾天後 我想應該是他們lunch time 又再次撞回這個男人 還要眼啤啤的送一隻鐘子給他 而為了男士同樣認得那班學生 然後就拿起餐刀 打算追擊他們 而他們就逃跑回學校了 搞到大班警員到場調查 而警察都帶備了裝備去戒備 而那班學生也都安全逃離了現場 今次分享到這裡的新聞 如果喜歡的話我再為大家跟進吧 不要忘記subscribe、like和share 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請